慈济大学传播学系107集毕业成果展览 从12月3号开始在台北的松山文创园区热闹的展开 由一群在千禧年出生的学生交织而成的毕业展览内容 相当的丰富多元 在12月8号到12月10号 则会回到花莲慈济大学的大爱楼一楼来举办展览 也欢迎所有有兴趣的民众 届时可以到花莲场进行观赏 慈济大学传播学系107届毕业展览 主题名称是千禧岛Pasal Island 是有一群出生在千禧年的学生 一起相会在慈济大学传播学系 并在这其中招之融合成属于他们的色彩岛屿 这一次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是 多数同学都是千禧年时候出生的学生 那刚好就是来自不同的各地 今年来自了五个不同的国家 那我们就是用一个不同的方式 然后大家汇集在一起 然后所以像是一座岛屿 所以刚好又千禧再加上岛屿 然后再加上大家拼凑成一个岛屿 所以要做千禧岛屿 而在这色彩岛屿中 也因为疫情的影响 而让作品有更多不一样的风貌 我想我们这一届就第18届的同学 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一个疫情的情况底下 做出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一方面很多元 保持我们一贯的传统相当多元 那也有相当的一个作品 是展现了跟这个土地 跟这个社会的一个关怀 展展区域分成四大类别 行销 图文 专题研究以及纪录片 展区内同学们自由地发挥想象力 将自己的展区打造得独一无二 就像主题名Puzzle Island一样 同学们用大学四年的学习经历 打造出自己独有的色彩 进而去拼弄成一场色彩丰富的毕业成功展 台北场展览会在松烟文创园区一号仓库举行 时间是12月3号至12月5号 而花联场时间是在12月8号到12月10号 在紫迹大学大爱楼一楼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在时间内去观看 紫迹大学传播学习107集毕业成功展览 记得中转安 花联报导